大家好,我是翘丛光 今天我们来做传统的扎丸子 丸子口感香酥脆 是砂锅和会菜的灵魂食材 先把肉碎,葱姜碎,鸡蛋,豆腐这些 再把简单的调料 像盐,五香粉,胡椒粉这些都放进去 还有适量的淀粉 鸡蛋的量我们可以灵活掌握 一般我是先放入两颗或者三颗 最后揉的感觉太干 我就再加一颗就可以了 现在放的是馒头碎 馒头碎可以使丸子的口感更加酥松脆 先给它搅拌一下 我们用手来把这个丸子馅料给它抓匀 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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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就可以了 不需要摔大拉,使劲搅拌,让它上进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丸子口感比较疏松 这就是抓拌好的馅料 看,很有颗粒感的 现在用手的虎口处把丸子挤出 再用勺子把它挖进那个油锅里 放到油锅里给它炸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来做 反正炸丸子是一个细工啊 需要有耐心的工作 一般我冬天的时候 我会一次性的比较炸多一些 最后呢拿袋子给它冷冻分装 这样呢我做会拆啦 砂锅的时候 有时候吃火锅 拿出一袋来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些感觉炸好的丸子 就把它先捞出来 就这样随捞着 再随炸一些 新的夹进去 慢慢的炸就可以 这个全称呢是要中小火 不能火太大 火大的话呢外面很快就焦了 但是里面还不熟 那样不行 丸子都炸完了 我们把油温给它升高一下 来全部再复炸一次 复炸以后呢 丸子就会比较更酥脆一些 这样就都炸好了 放在盘子里 看这些滋滋冒油的丸子 真的是口水都来了 但是不能吃哦 现在太烫了 这个丸子 好我们今天的丸子呢 就做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像我一样 放在冰箱里保存吧 就会把油温给它